继两年前宣布医用大麻合法后 2022年初泰国政府进一步将大麻从毒品管制名单中移除 成为亚洲首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 人们对大麻的态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世界上对大麻政策宽松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大麻的合法化是大势所趋还是倒行逆施呢 调查显示 从1969年到2019年 美国民众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占比 翻了5倍多 现在差不多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尝试过大麻 目前美国有3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 允许医用大麻 1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允许休闲用大麻 然而在联邦法律中 大麻依然和海洛云等一样是一级管制毒品 也就是说 作为留学生或者绿卡持有者 在大麻合法的州 西施大麻仍然有被遣返或移民申请被终止的风险 大多数挺麻派认为 合法化可以增加税收 服务社区 防止未成年人通过非法渠道接触大麻 同时打击黑市交易 美国民众对大麻的态度改变 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人们对向毒品作战这段历史的反思 自尼克松总统发起该运动过去50年 美国在禁毒事业上耗费了1万亿美元 但收效甚微 而在大麻使用率接近的情况下 黑人因私藏大麻而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四倍 尼克松总统的政策顾问接受采访时 曾毫不掩饰地承认抹黑大麻只是为了排除异己 所以大麻它到底毒不毒呢 我们常说的大麻是用大麻属植物的雌性花和毛状体 晾晒制成的药物 内含超过400多种已知化合物 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清大麻分和大麻二分 四清大麻分产生让人嗨起来的心快感 而大麻二分不会 大麻可以通过吸入或服用进入血液 对大脑感官神经产生刺激 出现幻觉 影响短时记忆 判断力和反应能力 目前医学界认为大麻对减缓疼痛 控制癫痫 增加食欲 改善睡眠 抗抑郁等都有一定功效 虽然大量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对人体健康的好处 模糊了它身上毒品的标签 挺麻派还会用烟酒的畅销无阻 来质疑大麻禁令 权威医学杂志柳月刀 根据195个国家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 饮酒是全球主要的健康风险因素之一 而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 另外在美国 烟酒都排在可预防死因的前三名 反观大麻 无论成年或未成年人 都没有单纯吸食过量致死的报告 加之其成瘾率只是香烟的四分之一多 对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来说 进麻显得更加不合情理 但是如果有一天大麻真的合法了 就皆大欢喜了吗 全球大麻市场预计将从2018年的100多亿美元 增长到2023年的近400亿美元 税收上面的利好显而易见 以美国纽约州为例 预计到2025年大麻的经营许可费加税收 可以为该州政府创收2亿多美元 非法交易的市场的确变小了 但并没有禁绝 大麻在加拿大合法后 只有少于三分之一的消费者 从合法渠道购买大麻 大麻产业也像烟酒行业一样 从种植到买卖都呈现出垄断趋势 过去十年间 越来越多的国家修改法律 减轻或免除与大麻相关的惩罚 但对大麻持相对保守态度的中日韩等国家 则通过使馆警告其海外公民 就算在境外 也要准备承担接触和吸食大麻的法律责任 今天大麻合法化的全球进程来到加速阶段 各个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立法 也不得不与时俱进 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的利弊 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各有取舍 除了增加税收和就业 在公共健康领域 大众休闲需求方面 乃至促进社会包容上 合法化看似都有十足的潜力 然而 复杂监管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 也是合法化之后无法回避的 你觉得大麻应该合法吗 别忘了在歪脑说里给我们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